好,玩具TV第十五季第一集 不知道第幾集,應該是第三集 剛才玩完車仔,又玩完很多好東西 這次要介紹的大陸設計師 沒錯,就是Dark Hunt Toys的Kevin Lee的近作 不要新作,因為已經睡了一段時間 是,這個就是延運的第二隻 青鬼,之前也有介紹過赤鬼 也是那句話,上次木盒 這次是硬紫皮,有辣有不辣 但輕一點,沒那麼重 最重要的,我們先打開吧 因為太大件了 拍攝這邊,基本上這兩排 基本上這三個字變成口頭善 它是有365隻限定的 這次我這隻是98隻 說實話,是否因為疫情關係 今年也看不到呢,Kevin 有可能,因為兩地要隔離一段時間 其實也有問題 對,到時才知道 因為不知道會否到時會解釋 扣下的要求 其一,其二本身 其實今年的動漫紙 是否也會有Dark Hunt Toys的展品 現在正在想,最近有一隻是味水銅人 即是Cossova,另一個品牌 就會預訂 那隻其實在內地已經賣光了 香港還有一些 但那隻可能要在生產階段 所以未必有板 純粹是因為…不是疫情 因為它是生產問題,所以沒有板 所以可能大家未必看不見 好,所以我們將焦點放在青鬼上 這個就真是玩具細節 可動性說真的 你看到它這麼大印象 是,也挺難動的 對,沒錯 本身其實裡面有幾層 坦白說,我們都是組裝好給大家看的 有一個很巨型的背景 主體,另外它有很多不同的模擬和配件 逐個展示一下 對 首先展示這塊 這塊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青鬼本身的Logo,Global Plate 都挺仔細的,真的放得笑 好了,它自己本身的 說這把真的很長的工具 好像是丫叉的大印 我給大家看的比例大概是怎樣 它又跟火神炮有關係 我相信都挺惡影的 因為這枝東西真的很長 也拍到嗎 好了 其實我在想這塊東西 我不知道是否用來上機的時候睡的 不過坦白說,如果大家有留意 那些雷電的青鬼 其實後面都有一塊類似的東西 不過當然不是叫你 在這個模擬 中古日本的舞似也有這種造型 好,然後拍過來這邊 這張 請麻煩大家自己剪輯 可以貼在台座,做點絕 也挺過癮的 不要問我裡面寫甚麼 我真的不知道 問原作者吧 這兩枝是否應該裝在哪裏呢 有時間關係 其實它上面有幾個洞 我記得上一幅也是 被你插在這裡 用來做一個類似收納架的東西 變成可以有更多的玩法 沒錯,時間關係不夠了 因為這個模型也是比較複雜 我們拍完散景了 這個真的要結束了 這個我們叫鬼仔 它應該全部都是手油的 還有生產數量這麼少 很多都是賭件 跟大家介紹一下很快的 賭件不一定是比啤件脆弱的 其實好像你教你 因為現在很多賭件 都是有一些軟一點的皮尿 或者是一些可以混合料的 其實那個強度 就是堅韌性都是高的 好像用甚麼料 所以這個大家不要完全擔心 但是當然這些賭件 其實需要少一點處理 因為它有很多彎的位置 它出門的時候比較方便 如果啤件就做不到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都做不到 所以這個是可以放心的 當然要小心玩 好,那也拍完了 其實裡面很細節 其實挺可怕的 某程度上 我自己都會把它當作 類似BREAK13P的收藏品 都已經不是玩具 已經是藝術品 因為真的量產 是處理不到這些的 我自己認為 當然你說照給大家 這樣大掃士 是否可以做這種掃士 是很困難的 另外有可更換 又經常做到頭部 真的 可更換的肩 也不相差 其實既然我經常做到跌 可以拍到頭部 其實本身赤軌和青軌 它的面罩都是可脫的 本身面罩底 也有做到很多細節 以及已經分了顏色 可以拍到嗎? 可以拍到 對,頭部很棒 它不會在那邊蓋上 因為你要陰陽 那邊就不做 他做了那些細節 我又再放上去 這就是小量生產的 差不多像鋁鐵手板做法 那種厲害 其實細節 基本上對它的創作沒有限制 就是說它創作到多少 其實作品出來就是多少 當然量一定不多 上升那些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使用人手執 噴油帽 也處理不完這種光陰度 你看這些位置 磁石 基本上也不難裝陷 看上去 同樣地跟這個面罩底下一樣 有裡面的一些內扣 繼續 拆開有人,反正也是 可動性細節 當然不會像普通的 就說是Spider-Man般靈活 但是這些複雜程度 真的要懂得欣賞 其實它每一部分 槍或那些位置 其實每一件都會有小尾點 雕刻 對 我想稍後也可以 把槍脫掉 給大家看看裡面的細節 很明顯 不論它的名字 造型 其實都是參考一些中古日本武士的造型去做處理 但是在中間混合了一些… 我形容了 我不知道的元素在裡面 我翻手 未必可以翻手 這盒不翻手 我先試試 那些場面都是… 比較… …貧軟 沒錯 做到了 那它的腳… 這個座… 應該拿著座 好吧 好吧 它是放了 不過它又不是很穩的 對,放了 所以可能它擺得不好 我還是先拿到正面去做 我真的差點坐在盒上 好 我們先說說其他 這裡… 這個位置… 可以拍到嗎 是嗎 慢慢地 我放得到 那這裡是… 其中看到的那些紫細的位置 真的我覺得是用PU或GK的方式 才能做到這種情況 這就是那個手甲 可以換的手甲 它可以打開 就像龍頭那樣的武器 還是那些叫佛器 那些神器那些 真的謝謝Vicky 幫你補充 這一部分 我真的覺得很欣賞那些細節 我們看看幾隻手 其實每隻手 當然跟觀賞秘錄的做法是相似的 它有不同的手型 但我稍後它反一反 裡面給大家看看 其實手型就沒有… 我反了 又不是因為超大的驚喜 但是它完全沒有去偷雞的 我反了龍的位置 我相信後面它也做了 這些… 我們慢慢拍一下 雖然有一個詞寫得到 但它全部反了的位置 我們看到是… 不見光的位置 其實它也一樣做了 這些細節在裡面 但我還要提到 始終是GK的景色 有些幼細的位置 是容易爛的 大家要小心處理 但這些真的不是買來去… 很大模作的姿勢 好了 德哥安隻手之餘 我們可以… 可否拍到… 我看看給你 可以拍到… 這個背景其實就很漂亮 這些上色其實… 層次你看到是有幾層的 還有它有些金屬式 或者它有些配色 有些喉管 生化得來有些機械 其實它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就是一個不知名的元素 我不敢說是… 這些是機械喉管 是… 宗教元素 我就不認識了 但是很明顯的底部 首先用了日本帽子的機材去做 然後加了一些… 好像魔鬼的創載 在後面 待會德哥也會送給大家看 整隻裝起來後的背包也很有特色 剛才我們又要看這條柱 這條柱 這條柱應該是裝在背景的 讓你看到那些細部位是好的 我們來看柱 不如看它接火神 好… 剛才我互相搞了一段時間 我重新說 本身這件東西 坦白說是脆弱的 不過你真是… 如果當它是一件藝術品去玩 就完全沒有問題 但如果當它是一件玩具的話 Sorry 你真是要很小心 好了 那說回這支火神砲 其實我說已經浪費氣了 直接麻煩拍一些細節 是要看它的用具 要留意上色 我想都是用可怕來用的 主要都是用上黑鐵色底 用上銀色做一個對比 本身是金色做點絕的 整支材料的結構和構造和設計 絕對是整盒的精髓 好,這支材料說完 我們說回這件事 剛才台座也看到了 這裡可以打開 有些細節的位置 哇,這支材料很厲害 我們來看看主體了 可以轉轉正面後面 剛才那個臂隔 我轉了一個龍匕首 大致上的造型就是這樣的 或者我也轉了一個圈 給大家看 其實這支青鬼是甚麼龍頭 這兩邊的肩膀是可以換點的 如果將這個風神青鬼的肩膀換回 就可以有一個對稱的效果 好了 我強烈建議大家用台座 因為坦白說 本身這支材料的關節 是不算很實的 當然未去到托托托托 但是如果你用這支腳外來做支撐 因為它本身的背囊也很重 所以我強烈建議 你放在台座上 你就會安心很多 主要的賭件的重量 都比較重 所以加上背囊 我覺得是有這個重量 背囊是怎樣認出日本設計 沒錯 如果大家有看《鬼滅之刃》 也有看到 尼斗子 背著木箱 木箱總是會有些古靈精怪的 在裡面 內有乾坤的 這裡真的有些壞聲 這個真的很精彩 後面還有她的婦姻 我不知道觀眾敢感受到 有時買這類玩具就是那種驚喜 你想像不到她會 通常是外形 這樣就完結了 裡面有細節也是可以打開 但裡面沒有東西 她就會做這些部分 所以作為一談藝術品 都真的挺可怕 對 內腦還有些細節 真的可以等到家裡 就像參拜一樣 感覺很精彩 其實我覺得這樣挺過癮的 當然了 你喜歡這種細節感的朋友 才會欣賞到 你又喜歡鬼怪 又喜歡機械 就像我這些 我真的全都認一認 我真的全都認一認 因為她的佈局 真的會花時間去處理 而不是… 可能兩筆的過座 她也不可以 還有多一句 你連這些背部位 都和你黑了符紋 這些錢就要付 基本上整隻的底面 都做了細節 對 除了剛才提到你的木箱 或是面罩 甚至是封鎖 全部都做了給你 對 她不會說可以避免就避免了 當然是可以避免了 但這個就是… 是 即是你看到她原來給你 這些東西 當然是看收藏家 或者玩家 他需要點問 有時就是我們 會想回 在設計師 或者生產過程裡面 他能夠給到你… 不要說驚喜 每次都… 但是… 你的心思 他會給你 但這個真是驚喜 對… 如果大家想… 一波華分兩頭 赤鬼追不追得回呢 即是大家只見到青鬼 可能都對赤鬼有興趣的 那你也有興趣的 我不知道 都可以檢查一下 即是大家上網搜尋一下 其實就出了一段時間 而且都… 理論上賣完 可能有部份零售商 有些存貨都不頂 或者是有些耳手市場都不頂 是的 那可動就真的一般 我就不敢說 怎樣可以擺出很凶狠的姿勢 但是變成你跟著台座 設定一個自己喜歡的形態 之後做Display 我覺得玩就是這樣玩法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這個鏡頭是怎樣的 我只拍了相片出來 我就不斷地沒有燈光 就拍了 那些藍色呢 那些色是很… 我不會說是很漂亮的 是的 即是它是混得很好 它本身都是金屬藍 另外也叫做有兩種不同的金屬藍 譬如說外甲比較深色 空甲這些範圍比較淺色 變成了整件事都好出的 而且它配了金色和古銅色 變成了那個配搭或者間隔 情報量又多了 所以變成了也是一件很可怕的東西 是的 因為我們現在做節目 我們會越來越放一點 我覺得 沒錯 活動性是不一般的 甚至你說堅能程度 當然要小心去做 坦白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做這件事 你玩的時候真的要小心一點 而且真的挺脆弱的 但你覺得它的造型 其實它可以配入一些IP 即是配入一些動畫 因為很少沒有IP的設計 是那麼仔細的 是 無論如何 大致上就先玩了這麼多 因為我們要收這件事 也要收得很久 因為有很多件事 所以待會見 好,再見 厲害了 好,再見 好,再見 好,再見